Hello 我是Veronica 要建立新手合一的钢琴基本功 我们要先从一个最根本 最重要的观念建立起 就是我们弹琴不是用手指头来弹的 弹琴最大的秘密就是我们弹琴是用我们的整个人来弹 当然我们说整个人来弹有点太玄妙了 但事实上就是音乐来自于内心 你要用你的身体和你的手来带出你内心的音乐 但目前我们先不讲这个如果是内心的部分 我们先探讨关于Physical就是手的运用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弹琴呢是用我们这个上半身来弹的 绝对不是只有手指的工作 然后你看我们的手指在我们的整个手 在我们整个上半身它只有占这么少少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总是用手指来弹琴 因为我们觉得是手指在接触琴键 所以由它来发声 由它来弹下去这是一个最后的这个动作 但是如果我们只用手指弹琴 我们只用了整个人的可能性的大概百分之五吧 真的非常可惜 因为所有音乐有可能的表情 如何施给那个琴键重量 这些都不是来自于手指 你如何让它的表情有连线 那有弹力 这些也都不是来自于手指 所以如果你只用了手指头 因为它是最后接触琴键的这个部分来弹琴 那你的音乐表情就也只有百分之五的可能性了 好 那所以我们如果先不讲内心连结这个部分 用身体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怎么来弹琴呢 这就是弹琴最大的秘密 我们用运用的是hold on action 全臂运动 这是在Russian school 俄罗斯学派他们在初学者就开始如此学习的一个技法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全臂运动呢 还有全臂运动又是什么呢 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hold on action 如果我们只有手指弹琴 我们只让音乐有百分之五的可能性 它就是按对声音了 但是每个音听起来都不一样哦 而且这边是硬的 这边是紧的 这边不活动的 是不是有老师说这边要放硬币啊 不能动 然后你这边不能灵活运用的时候 声音也是紧的 然后手很快很快就算了 因为你紧在那里 那我们要用最轻松自然的方式来弹琴 我们要让我们的手是呼吸的 借用地形引率的力量 我们让重量自己落下去 它有更多的表情的可能性 而且非常的松 这里都不是紧的 它一直都在活动 然后它的活动 帮助我们的声音的发展 它的活动也让我们呼吸放松 手不会累 而且音乐也会有活力 好我们要先做好 我们要想象 当我们弹下一个音的时候 我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好我们的力量从我们背后的肌肉而来 那这个背后的肌肉要传递这个energy 要传递力量 要到指尖 它会经过肩膀 所以肩膀必定一定要是放松 绝对不能是上来的 然后是打开的 是宽阔的 它是没有压力的 然后呢 力量这样才可以传递过来 然后到这手肘绝对不能是压紧的 压紧的就卡死了 你没有办法 没有运动 没有办法呼吸 好这里是跟你的身体要有一段距离 它才可以自由活动 然后再传来到这个手腕 这绝对都是呼吸的 然后呢 到了这个手 手必须要站好 那手的站好 让我们这个手指不会软啪啪 它是有支持点的 站好来自于这个手的 这个桥一定要站好 然后呢 传到这个指尖 指尖绝对是扎实的 有力量扎实的 如果你要说整个手 有哪里是紧的 就只有指尖 当你抬下去的那一场那 它是紧的 这样它有支持的 把你的力量传下去 如果指尖是软的 它传不下去 它就 你想像用面条 是没有办法弹进去的 它一定要是有一个扎实的面 让那个力量可以有支持点 可以传送进去 用全臂运动来弹琴的时候 我们的手看起来会是这样的 它会一直都在呼吸 它绝对不会是 当我们这样手整个都是紧的 的时候 你只能运用你的手指来弹琴 它的表情就也只有 你的手指可以的 你把音按对了 但是它没有表情 好 那我们如果可以运用全臂运动 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的表情来自于手腕的呼吸 来自于你怎么样弹下去的那一刹那 你如果将手笔的重量给进去 给多少 然后都会造成音色的不同 我们看到一个钢琴家弹琴 它其实整个好像是在飞的 当然我们弹坏的时候 它的动作不会那么大 因为我们会来不及做那么大的动作 可是当你从小这样训练上去了 它的活动其实小小的在里面 但一直都有在活动的 这些全部都是松的 那我们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呢 全臂运动 除了因为我们可以运用整个上半身 正确的施力 正确的给重量 它会让我们的表情 有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你可以自由的控制 给不同的重量 不同的音色法处 还有用不同的方式 弹下琴键和离开琴键 也都会造成不同的发音法 articulation 我们让音乐有各式各样的表情 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就是 你会弹得很轻松 当你用全臂运动的时候 是借助于gravity 它就沉下去了 饱满的圆的 而且是深的有表情的 而且还非常的不费力 我们要建立一种最自然的弹奏 在其中自然的弹奏中 还有丰富的表情 那这就来自于全臂运动 好那接下来的章节 我会跟大家分析 为什么之前会一直觉得 弹琴是手指来弹的 再来是 我们要用什么步骤 来建立全臂运动呢 再来是 全臂运动建立以后 我们要如何apply 运用到我们的乐曲里 如果你也希望可以有系统的学习 这一套 whole round action的弹奏法 我推出了这套 线上课程 我新手合一的钢琴基本功 希望能够借由这套课程 帮助许多爱弹琴的人 可以轻松自在的创造 漂亮的声音 我把课程连结贴在讯息栏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套课程 达到新手合一 自由弹琴的目标 在线上课中 我会一步一步的带大家 以whole round action 来建立不同的处见 并且运用到不同程度的乐曲里 所以不论你是初学者 还是已经弹琴很久了 都可以在这套课程里面 获得不一样的弹琴体验 我是Veronica 那我们下一集见咯 拜拜